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届满19年 联电创办人曹新成13日接受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主持人沈友中访问时表示 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基本上是想并吞台湾 用白纸黑字去加以合理化 其实两岸互不隶属是事实 也是现实 所以这个说法可以说是想并吞台湾的白纸黑字阳谋 他说 定这个法其实是在愚弄中国人民 然后借此想动员中国人民对台湾采取吞并的行动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中共的白纸黑字的阳谋 曹新成说台湾应该要让中国人民与世界了解 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个流氓战争宣言 而且中国说反分裂国家法力见高悬 这就是恐吓 另外对于中国近期错误引用联合国大会 第2758号决议文封杀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 曹新成表示台湾要和平 在美日等国的帮助下不可以束手就擒 因为投降就没有民主生活 所以要为自己尽力 曹新成说 中共一直在台湾进行渗透 透过心理战 舆论战与法律战等方式进行 台湾要防止被肢解 继续享有民主生活 就必须把反分裂国家法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凸显出来 杨广新闻整理报道